大家好,今晚又是我周振元陪你看天氣 香港今天天色都不錯 下午看出去都見到幾好陽光 所以相對於早上來說 下午都暖了不少 見到各區綠德的最高氣溫分佈 就是介乎21至26度之間不等 事實上我們透過大範圍的衛星影像可以見到 華南地區是普遍晴朗的 同時覆蓋著南海北部的一道雲帶 正逐漸移近廣東元朗地區 預計明天我們會多一些群眾 有機會有些雨 來到今晚和明天詳細的預測 會是漸轉多雲 明早上會有幾陣的雨 最低氣溫大概是18度 下午短暫時會有陽光 最高的氣溫大概是22度 吹和緩的偏東風 初時離岸風勢清淨 再看看電腦的預測 可以見到接下來的幾天 華南沿岸地區的雲量也不算多 預計日間也可以見一些陽光 最後看看8天的預測 我們展望隨後數日 部分時間有陽光 另外預料一股東北季後風 會在星期四抵達華南沿岸 我們星期五和周末早上清涼 今晚和你看到這裏 下次再見 볶得開心 再次說 感谢观看